臭小子 敢报警 老子特么弄死你 李飞鹏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这里是私人地方 你不能进来 现在你给我马上出去 小晴 今天可是你的生日啊 我在一同学专门订了一间包厢 咱们一起去吃顿饭 李飞鹏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 以后别来找我 小晴 给个机会 我也不是很差 只要你肯接受我 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一切 小晴 怎么了 不好意思 十三先生打扰到您了 这是我的一点私事 李飞鹏 你再不走的话 我可要报警了 小晴 这小子他是谁啊 他是谁跟你有什么关系 该不会他是你养的小白脸吧 李飞鹏 你嘴巴放干净一点 怎么 被我说中了吗 十三先生是这座庄园的主人 你可别在这里胡说八道 就他 还是这座庄园的主人 小晴 你真把我当傻子吗 别以为我不知道 这庄园的主人十分神秘 自庄园建成之后 就一直没有出现过 要说他是这个庄园的主人 老子一个字都不信 我给你三秒钟 再不离开 我就报警了 好 我走 小子 我劝你以后离小晴远一点 不然后果很严重 十三先生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 去做你的事吧 这不是昨天那小子吗 真是天助我眼 居然这老子在这里遇见他 还特么带着老子看上的女人 兄弟们 看到那边那个男的了吗 等下给我往死里扮他 把嫂子抢回来 恒哥 你确定要教训那个人吗 看他开的跑车好像不便宜啊 看上去很有钱的样子 哼 他就是小晴养的一个小白脸 能有什么钱 这跑车也肯定是他租来欺骗小晴的 可怜的小晴还以为找到了一个有钱人 真是太可恶了 彭哥说的对 这个小子根本就是一个穷光蛋 这跑车肯定是租的 要么就是改装的 现在的年轻人 就喜欢在外面打肿脸装逼 一会儿直接给我把那车给砸了 再把他给我狠狠揍一顿 我要让他知道敢惦记我的女人 后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死 兄弟们 给我动手 砸了那辆破车 李飞鹏 你想干什么 让你的人住手 小晴 今天我只想教训这小子 其他事你别管 昨天我不想跟你一般计较 没想到你给脸不要脸 今天还得寸进尺吧 赶来砸我的车 不就一辆破改装车吗 你以为自己就是有钱人了吗 小子 你现在离开小晴 我还可以给你一个机会 要不然老子不单单砸你的车 等下还要连你一起办了 小晴 报警 臭小子 敢报警 老子他妈弄死你 可恶 这小子竟然这么厉害 失算了 就你这两下子 还敢带人来砸车 准备好赔钱吧 哼 不就是赔钱吗 就你这辆破改装车 能值多少钱 你最好放了我 要不然以后有你好汉 你这套对我没用 故意毁坏财物 而且情节严重 你就等着蹲橘子吧 我告诉你 我爸是百豪酒店的总经理 年薪上百万 你以为我会怕你吗 百豪酒店总经理 还真是巧啊 现在给你爸打电话吧 我给你的机会让他来救你 爸 爸 你快来 我在外面被人打了 快来救我 谁 是哪个乌龟王八蛋 敢打我儿子 老子废了他 你等着 我马上过来 就是你这个小别三打我儿子吗 是不是活你歪了 好大的口气 好大的官威啊 你就是百豪酒店的总经理 李志辉吧 哼 既然你知道我是谁 还敢打我儿子 应该知道后果有多严重 明明是你儿子有错在先 是他想打十三先生 十三先生才出手反击的 十 十三先生 莫非你就是收购 百豪酒店的那个十三先生 正是我 现在我把你儿子打了 不知道你有没有意见 没意见 没意见 你没意见是吧 现在我有意见 你儿子把我的车砸了 你说怎么办吧 十三先生 这都是误会 这样吧 我陪你一辆新车 陪我新车是吧 很好 我那辆车是昨天刚买的 限量版法拉利812 1600万 什么 一 1600万 隔老子的 我怎么养出了这么一个废物 难道他真的是那个庄园的主人 我泥马 我怎么惹上了这么不该惹的大佬 这回是烦肚子了 十三先生 我手上没那么多钱 这样吧 你把车子送去维修 要多少钱我都认了 这个你迟点跟我的律师谈吧 还有 从现在开始 你被开除了 什么样的父亲就交出什么样的儿子 你的品行没资格做我们博好酒店的总经理 十三先生 求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这都是误会啊 废物 都怪你 这下咱们家不仅被你害得倾家荡产 老子年薪百万的工作也丢了 看老子打不打死你 看老子的 いて 谢谢大家